我就槓上小姐不惜地 我就不幸得不到家 如果明年入圍了 但還是得不到獎 我覺得可能就是搭檔的問題 其實講真的 我已經入圍幾次了 反正就有七次了 所以我已經很習慣這種感覺了 It's OK 重點是我紅毯的禮服 大受好評 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 而且瘦身成功 就大家都說我很美 這樣就夠了 但是我比較心疼的是派翠克 因為他男的就是入圍金鐘獎 然後卻沒有得到 我當然就是紅毯第一美 因為早期展露身材也展露夠多了 所以我現在追求的是要 就是讓大家就 哇 我穿起來很有創意 很有記憶點 這是我想要追求的 大還是什麼關係一下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那個典禮的過程 所以他都是那個攻擊我的工作人員說 現在怎麼樣 我妹怎麼樣什麼什麼 他很關心 你本來有說就是如果大家講話 你會上台感謝大S嗎 我本來上台 第一個我就要感謝大S 因為是大S鼓勵我 我才有勇氣 在康熙結束了幾年之後 重新回到主持界 因為那個時候我很害怕 我不會主持了 或者是觀眾不喜歡我了 然後是大S一直鼓勵我 我才踏出那一步 但是姐 跟老公今天有沒有跟什麼故事 我老公就說 Baby你有得嗎 我說沒得耶 但是It's OK 他就說 你還是最棒的 什麼什麼 講一些鼓勵我的話 為什麼他回家 老公就開始拍照了 他應該睡了吧 哈哈哈哈 入圍其實就是看地 有沒有想說好 那之後再多開幾個節目 沒有要多開幾個節目 我就槓上小姐不惜地 我又不幸得不到家 如果明年入圍了 但還是得不到獎 我覺得可能就是搭檔的問題 哦 你千萬不要這樣怪你自己 哈哈哈哈 其實沒得獎就是沒得獎 我管他在第幾輪止步 反正無論如何 我就是要看到泰翠克 得獎走上台 講感人的那個畫面 哇 好感人喔 所以在我拿到之前 你都會一直在我身邊嗎 你是說一直在你身邊 你是說Everyday Every Thursday maybe 我明白是露宇 不好意思 對啦 因為現在跟他其實 真的默契很好 然後也很開心 所以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分享 我會加油 我真的會努力